解放军开发出了直巴的全新用法 让这款直升机变成了侵占五国岛礁的菲律宾入侵者最大的天敌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最近菲律宾方面再次试图入侵我国铁线角 这一次是实大师的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了 而这就是美国人想要的效果 他们就是希望菲律宾人在一次次的逼迫和挑衅中 让中国失去耐心最后选择对他们发起战争 而一旦中国发起战争 中国将会发生严重的资本外逃 也是美国只要吃下中国外逃的资本 在此消彼长之下 美国的经济就能得到一个较大的回复 而如果中国不对他们进行武力驱逐 那么菲律宾就顺势站下这个岛礁 拓展菲律宾的控制范围 增加美军在南海地区可用的战术之脸 对于美国人来说 中国动手他们是赚的 不动手他们还是赚的 就看你中国动手不动手了 对此中国人做出了一个出乎美国意料的选择 我们动手了 但是如动 我们选择了一种不适用热武器 就把人驱逐的方式给他们赶走了 当时我国的直8直升机 以超低空的姿态悬停在铁线雕上空 根据当事人的说法 当时最低高度不超过20米 直8作为一款13吨级别的大型直升机 下面配有三台大功率涡轴发动机 诚然现代直升机追求的是 低噪音 低震动 提高载具舒适性 可问题它直8不是现代直升机 从某种角度上说 这玩意儿它可以算得上是冷战一老了 直8的原型是法国1966年研发的 SA321超黄蜂多用途直升机 当时的直升机 只考虑发动机能不能承受这么大重量就可以了 完全不考虑舒适相关的事情 所以这架直升机工作的时候 产生的噪音比内人机火车还可怕 在不带隔音耳罩的情况下 该直升机会让人头晕眼花 浑身乏力 甚至有可能让人的内脏产生共鸣 从而造成器官内粗血 这还是坐在直升机里面的人 直升机外面的人就更倒霉了 在强大的气流之下 直升机外的人会直接被吹走个人羊马翻 更糟糕的是铁线胶 说白了就是个光秃秃的岛胶 完全没有任何的遮蔽物或者是掩体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说 所有非法登岛人员都要承受直巴产生的强大气流 飞沙走失之下 非法登岛的菲律宾人感受了一把什么叫恐怖 这段视频呢 是日本富士电视台记者录制的 菲律宾把日本的记者拉来 明显就是想要记录中国的战争罪行 只要当时中国敢武力驱逐菲律宾人 他们就有理由在国际上卖惨 求通情 反正中国人不来 这些记者也能播报说 中国主动放弃岛交解放军 就是指饶虎之类的地方 结果没想到中国用了这样的方式 让他们报道都没法报道了 毕竟直升机的螺旋桨太给力了呀 就连日本的摄影记者都没法排完全程 预想中解放军开火拦截武装冲突 一个都没发生 就派了一架上世纪的老式直升机 菲律宾人就被匆匆赶下海 这件事情被发到外网之后 菲律宾军方得到的不是他们计划中的同情 而是无情的嘲笑 被解放军武力攻击 国际上会同情他们 但是解放军没有攻击他们 甚至用来干扰他们的只是一架老飞机 这都能给他们整个五牢七伤的 那剩下的就只有嘲笑了 在解放军民间手下流行的情况下 他们还表现的如此丢人 除了给全世界当了一把笑料之外 也没有别的作用了 这架直扒直升机的行动 简直就是一场教科书式的人道驱逐案例 随着美国经济越来越差 他们接下来肯定会驱使菲律宾本国 用更加激烈的态度去挑衅中国 在对方不开第一枪的情况下 我们绝不能将事情秀诸于武力 不秀诸于武力不代表不反抗 这次直升机反抗 就是一丝非常有教导性的样板 除了老式直升机 高压水枪水炮阻拦网 这些非致命性装备也很有价值吧 随着菲律宾越发的停而走险 他们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损失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我们已经做好了应对菲律宾挑战的一切准备 就怕你菲律宾人不敢来 平民主权和领土由率有激烈薄我 就是像壳珀